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从校园毕业 然后进入这个职场 一开始会有很多不适应的情况 因此安安老师对于这些 离开校园进入社会的新鲜人 要告诉你们 我很恭喜你们 因为你们开始要从一个 比较幼稚的人 转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 而你中间会碰到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会碰到的一些困难 碰到一些不适应的状况 那都是正常的 你在职场里面 要有分寸和界限 也就是说 无论对老板也好 或者是对同事也好 或者是对客户也好 你都要保持一个非常友善的距离 比如说呢 有一些小伙伴 他进到公司里 老板对他说 来快点挑战我的想法 我最喜欢年轻人 挑战我的想法了 然后小伙伴一听 哦是这样子 然后就说 老板我觉得你的想法很过时 然后你想的也都是错的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较符合现在的需求 虽然说 的确是老板自己提出说 想要跟你拉近这个距离的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 特别是在这种东方的职场文化当中 老板是比较倾向于自己保持权威性的 所以他可能嘴上说你们来挑战我 但是事实上他心里是不喜欢的 这个在很多跨文化的研究里面都已经显示这一点了 所以呢 你可能听到老板这么说 然后你的确也有意见要表达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说 老板 我觉得你的意见很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这个事情更加的符合一些年轻人的需要 那就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